因為我們想要問一下 我們怎麼看菁華城現在這些接連的爆料出來 都集中柯文哲 那菁華城今天推進回應說 他說議員博生亮 我覺得台灣的博生亮王 博生亮始祖應該是柯文哲吧 因為菁華城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議題 柯市長有責任有義務跟社會交代清楚 他的角色跟他當時決策的背後的思考 不是一句總是用罵人的方法來做回應 因為他有提出說 其實從今年3月就開始在調查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相關的確切的證據 來證明說就是他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 去年監察院是調查菁華城的決策過程 決策是有問題的 錯誤引用法令 然後容積獎勵是有為師的 議會5月基於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繼續調查當時的決策過程 跟決策的成績 從5月到現在 我們陸續的讓整個決策的輪廓浮現 也陸續的發現說 柯市長在這一個政策裡面的角色 我想議會調查報告的進度 比起陶檢偵辦鄭文燦要花17年 南檢偵辦陳忠燕要花10幾年 要快多了 至於今天柯市長一再嗆說要公開所有的資料 我也覺得很納悶 游淑慧擁有的資料柯文哲也都擁有 一世九份 這個專案小組每一個成員都有這一份 超過1萬頁以上的資料 那我相信也都透過民眾黨的代表 也都送到黨中央了柯市長的手上 黃珊珊副市長的手上 因為我之前記得媒體還有拍攝到 黃珊珊在立法院審不會改革法案最激烈的時候 她不是在審法案 是在關心金華城的資料 是在院內裡面看金華城的資料 所以你們也可以拿出資料來回應這一些公開的質疑 我們每一個質疑都是拿著公文 來提出我們的公開質疑 之所以會用公開質疑的方式 是因為柯市長他不願意到議會來 專案小組來跟我們進行訪談 那他不是叫我們列出問題嗎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列出問題 那我們每一次的問題其實都是在針對 他拋出來的說明 像他說他只有蓋兩三個章 所以我們只好去回應說 你不只蓋兩三個章 你還有會議才是 人家本來要繼續打官司的 結果你叫都委會令行去處 所以我覺得他自己是當事人 他才應該一次講清楚 他在金華城的所有角色跟作為 而不要像擠牙膏一樣 被發現一點點就承認一點點 如果大家還記得一開始柯文哲市長 堅稱他只是交辦陳情信 不是指示辦理 後來連交辦兩個字他都不願意承認了 說他只是轉交 到最近他才說 我有蓋兩三個章 這樣子一拗再拗一改再改 就像是人頭公司跟現在政治現金假帳案一樣 一直在用言語的方式在取巧 這不是污錢啊 這只是誤報等等的 我覺得當一個這個市長 當一個政黨主席 你手上也有完整的資料 那你也可以公開嘛 你也可以就是就問題來實際回答問題 你才是當事人啊 你為什麼不一次說明白 你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 才導致金華城案 你如果覺得你很正當 這個案子很合理 那你就說清楚 為什麼你要交辦 為什麼你要合章 為什麼你要開會指示 說讓彭副市長去當PM 是你要說清楚 不是我們要公開資料 因為做決策的人是你 然後是監察院先說這個案子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科前市長 一直在第一個蒙古焦點 第二個在倒因為果 第三個不斷的抱怨批評 這個都讓我覺得非常沒有風度 而且沒有責任感 您怎麼看就是金華城案子 其實優秀會有在爆料 他就說其實當年2020年的時候 二月的時候 其實都發局有跟您說過 好像就有同利協議 然後同年的三月 您接到指示 就是業者的陳情之後 您就指示都發局要照辦 就是這樣啦 這些議員我每天這種爆料就收不了 就是說 凡事我再講一遍 這個我對我當時那個公文電子化 這就是我覺得驕傲的地方 因為我在離開台北市政府 那一刻 台北市的公文已經到99.85%是電子公文 當時只剩下陣風處的密件 還有人事處的派令 這個沒有電子化 其他全部電子化 所以這樣 資料啊 甚至我們那個開會紀錄都有嘛 而且最近那個議會又有 主調查團 我想又翻箱倒閉又再查一次 就把所有資料列出來 OK 你們對他資料你們有什麼問題 列出來 不做這種工作 我也知道議員每天就是要博生涯 這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這樣 整個社會就被這樣拖著跑 你看從今年3月講到現在 現在幾月?8月? 5個月了 查出什麼東西 這個傳訊那個傳訊傳來傳去 為什麼不就乾脆把資料公開一次處理掉就好 讓整個社會在那裡紛紛擾擾讓費時間 有時會說陳婉會跟他說這個民眾黨進選面子當時候選要自己跟黨中央買是真的嗎 買喔 我不曉得 大部分都送的吧 買也有可能 買的話就是那個待定 因為我們 我們有中央的統一的廠商嘛 那分配 所以他說 他說面子買了960萬 其實查過啦 裡面有面子有菜瓜布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如果我們供應全台灣還有這麼多區域立委 其實那個數字也是合理的數字 那你說如果 我們當時好像是有一定的數 超過了他就要扣他們競選總部的錢 好像有這樣 這個細節我就很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好像是有這個制度 但怎麼看說現在雪中送炭的是朱一倫主席 然後他可能還是要為接下來的藍白河 可能還抱有合作的希望 你怎麼看 唉唷 政治人物喔 場面話大家都會講 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問題我們自己解決嘛 那我也對我們的 其實我跟你講喔 這也是台灣社會喔 我很遺憾的地方 就是說 當年黨政軍退出媒體是哪個政黨的主張 我發現民進黨已經變成他們 要打倒的人了 就是說 你們就控制司法控制媒體然後再做一大堆應用 其實我跟你講那每天爭論節目那樣演 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 有看電視的每天這樣看還是有效 那但是 這個對整個國家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 或者說人家說台灣 台灣那個現在政治上最大的亂源就是晚上那些爭論節目 每天講一大堆 那政治人物只是 不管是利用爭論節目或者是 不管是利用啦 或者是 撐你啦 那就是說目前台灣社會的惡性循環嘛 我們想問一下就是說這個柯主席現在聲線這個賬目鼓鼓 那黨內的常委就有就是希望說能夠約束那個中小紅還有柯主席不要再攻擊柯文哲 想問一下主席會有一個數字 我們希望 平安地度過 平安地度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